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那些年莫名其妙被黑粉攻击的女团五大事件 在看影片之前,我们先来学一句有关今天内容的韩文 但是如果一般不是喊口号,而是在生活中使用的话会直接说 釜山人的话就会说 第一,Paybibooks Paybibooks是一代女团中维持最久的一个团体 当时也是唯一一个可以对抗SCS、Pinker两大天团的女团 但是因为在一代女团中,Paybibooks是手术同时有着girl crushy跟性感的风格 所以夸张一点说的话,当时Paybibooks几乎是所有男团粉丝们的全名共敌 所以真的是常常被黑粉们攻击了 在参加音乐节目的时候,听到Gozhara这种骂声,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 但是最严重也是最有名的事件是 当时在网络上出现了Paybibooks成员Kamian 跟当代天团HOT的成员Munijun正在交往的谣言后 Munijun的私生饭寄给Kamian用写写着 我要杀了你的威胁心 以及刮点刀跟把Kamian的眼睛全部都挖掉的照片 哪个年代都有无脑的私生饭 真想给你介绍个男朋友 第二,当时人气冲天的女团Pinker 有经历过一代爱豆时代的人 应该会记得Pinker一出道就获得了什么样的人气的 但是粉丝多就代表了黑粉也多 跟Babybooks一样 因为当时的男团粉丝们还没有承受到可以接受 自己的OBBA跟漂亮的女团站在同一个舞台 出演同一个综艺节目的事情 所以只要是撞上跟自己的OBBA们在同一个音乐节目的话 就会很容易的听到黑粉们大喊 的声音 然后在1999年 NBC的年末颁奖典礼歌谣大战节目中 Pinker获得了大奖 正当成员们在说获奖感言的时候 舞台底下的黑粉们就开始大喊 最让人心酸的是 当时成员们的父母也都在现场 其中从Yuri的母亲 因为看到当天女儿受到的委屈 所以就很希望女儿能够退团 不要再做艺人了 第三,Tiara 曾经被称为是排行榜女王 对二代K-POP粉丝们来说真的是跟痛的手指头一样的女团Tiara 就因为所有K-POP粉丝们都知道的花音自导自演事件 把这么好的一个团体推到了谷底 Tiara一瞬间从K-POP女王变成了全民共敌 当时每次出演的音乐节目都能听到黑粉们的辱骂声 虽然当时的误会现在都已经解开了 但是成员们曾经受到的伤痛 应该永远都不会痊愈的 第四,Kursi Kursi刚出道的时候没有很红 专辑成绩也不是很好 所以为了提高团体的知名度 成员米娜真的是非常努力地出演各种综艺节目 放下自己 主持人让她做什么 她就做了什么 渐渐地米娜以笑眼 微笑天使等绰号 打起了知名度 但是很多无脑的黑粉们就认为 米娜是为了想要勾引一起出演综艺节目的男性们 所以才会一直装可爱的 黑粉的创造争影 真的是不分年代 然后有一次Kursi参加了高中庆典 当米娜在自我介绍的时候 就被台下的黑粉学生们骂到 因为声音真的很大 估计米娜也是听到了 当时她只有18岁而已 经历这种事情真的是受到了很多委屈 第五,Sonyoside 寒流女帝Sonyoside 在刚出道的时候 也遇到过让人心酸的 在华语圈被称为是 黑海事件的10min事件 2008年6月7号 出道还不到一年的新人女团 寒流系列参加了Dream Concert舞台 但是在寒流系列表演舞台的时候 整整10分钟 现场除了所闻之外 别家粉丝们都把音源棒的灯给关掉 不拍手 不音源 不做任何反应 现场就好像一个观众都没有 跟一片黑海一样 甚至在寒流系列表演到一半的时候 别家粉丝们就开始大喊 Wonder Girls的名字 寒流系列黑海事件 如果要详细说明的话 真的需要另外做一支影片的 所以如果有10个人以上 想要知道韩国这边对黑海事件的看法的话 我会另外完整的整理一支影片的 大家有没有发现到 黑粉的生态环境 从一代到现在 一点都没有改变 唯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 之前是在前面骂 真的是很恶心 所以看影片的大家 千万不要做这种 害人害己丢人现眼 恶心一辈子的事情 最起码我们不要说是 因为别人骂 我也跟着骂 朋友生气了 所以我也跟着生气 生气 对身体不合 ANK YOU